來,我們先合唱 來,對我念 南無本書積極無二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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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心親未妙法 南無本書積極無二佛 八千萬劍南作無 八千萬劍南作無 五金建文在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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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盡如來真實意 願盡如來 主委和我們主委,紀書 主委,董事長,大家請下五安 阿彌陀 請坐 請坐 奉獎 剛才我來的時候 我就聽到 師父啊 你說 就要叫河嬤多 不能坐到別人的河嬤 這樣聽起來很好 意思就是說 怎樣 很養育 這個位置都有 構定坐就對了 這次 我們 我們武才公 說要來拜這個 梁鳳 最後一天還有 說要 在天 這是很標準 很好的一個 法文 怎麼說呢 這個梁鳳保禪 我們現在是不是回禮拜了 對不對 梁鳳保禪 梁鳳保禪是 中國 最早最早 一個參法 到那裡 道教 他的道總經裡面 也開始用這個參法 也是因為梁鳳保禪 出現後 這裡 開始方向起來 也可以這樣說 梁鳳保禪是 漢團佛教 可以說中國的宗教 本土的宗教 佛教都一樣 很重要的一個代表 很重要的一種代表 我說台語 聽有 還是我說國語比較好 有沒有那個國語聽 有那個國語聽不懂的嗎 沒有喔 我這裡追尊很高 不一定啦 台語也很 不然我就講國語 不然我就講國語 有那個國語聽不懂嗎 沒有喔 不然講國語好了 好不好 可以啦 好 那麼 講國語是 連大陸對岸也能聽 是這樣的 那麼 梁鳳保禪 為什麼叫梁鳳保禪 是這樣子 是 南北朝時代的梁朝 梁武帝 蕭也 他呢 為他的夫人 所做的一部燦法 那麼他的夫人 為什麼 為什麼要為他的夫人做燦法 那又為什麼他很重要 那又什麼叫做燦法 那麼這個呢 大家 我想大家這一兩天 兩三 三天來 這用功喔 多少你應該是有概念 不過咧 還是我來跟大家喔 這 這我 我的師弟啊 他送梁皇保禪送的非常好啊 那我請他來帶我的班啊 我正在忙各種法會 但是呢 講解這件事情啊 我一定啊 我也很在意 再回到 回到這裡來 跟大家說明 梁皇燦的重要意義 什麼叫做梁皇燦 就是那個梁武帝啊 為他的太太 所做的燦法 那麼他的太太呢 這個 叫做行夫人 有時候叫行 有人唸成七啦 應該是唸行 行夫人呢 在梁武帝還沒有稱帝之前 其實梁武帝是被喪爛的 他不是經過革命 戰爭拿到帝位的 他不是 他是被讓 這個被前朝所讓 那麼 這個 宋齊梁城 那個齊國 讓給梁的 那麼他就這樣得到 得到 他本來在齊朝 齊國呢 在齊朝的時候呢 做一個 中央官員 那也是個地方首長 然後因為他 表現得很好 然後後來齊國的政權啊 就這樣子被 他散染下來 但是他的太太 一般的史書裡頭 一般佛教書裡頭 我現在要講的 你乃至於在佛教的記載當中 你不一定看得到 為什麼呢 因為在佛教記載當中 你看得到的 你大概找就找得到 我要告訴你的是說 他不太一樣的內容 但是他是史詩 是什麼樣 他的太太 這一部燦法 主要是梁皇燦 梁皇的太太 太太所造 所發起 梁武帝啊 很特別 他是中國皇帝當中 如果說 他雖然是南朝皇帝啊 只是半壁江山而已啦 但是終究也是稱帝啦 特別是在 中國的史書當中來看的話 南朝呢 是重於北朝 為什麼呢 因為南朝是 基本上是漢人稱帝 那麼你知道 中國長期以來啊 是 自取為這個 漢人為主啦 齁 那 呃 他稱帝 呃 相對的 比例上呢 被注重的比例是比較高的 那麼呢 梁武帝呢 如果我們把它列入到 全中國的各帝王 來看的話 他有一個特 他有兩個 應該說 對 主要是有兩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就是 他是一個吃素的吃菜 吃素的皇帝 做皇帝吃菜齁 吃素虧很大 你懂嗎 很多東西不能吃 其實是這樣 他很 慈悲 吃素的 這第一個特點 第二個特點是 他對宗教的信仰 他不只是信仰佛教 他對其他道教民間信仰等等 他都很尊重 他本人啊 是信仰佛教 而且做佛教的居士 而且還是佛教的 菩薩界的居士 菩薩界齁 我都有在傳菩薩界 我去年在 不 今年三月左右 我在台中 跟新田長老邀邀請我 一起去傳菩薩界 我大概一兩年 我都會傳一次菩薩界 傳一次菩薩界 七天 那麼呢 要改運 改命 或者是說讓你脫胎換骨啊 在佛教的 對 居士的 在家人就對了 居士最快最直接 迅速有效的 其實就是受 五戒菩薩界 三規五戒菩薩界 比如說有人 重病 有人那個 人說運氣壞 改運這都是一個方法 但是呢 讓你去懂 並且歸一受戒的話 那力量就非常直接而快 為什麼 因為怨心的關係 謝謝 對啦 這樣我看沒人 現在這樣看得開了 那麼呢 它更快 為什麼 因為那是個怨心的問題 關於這部分 我們有緣 我們在找時間跟大家聊 那個是很快 改運最快的 在佛教來講 就是受戒 修改 怎麼說 修改是一生的事 你用一生改變 你說你的改運 一定改了 我找一個人跟我道說 還是看民主說而已 我說我怕你 你如果幫助我 我要一世人做什麼事 好事 那個要給我求的人 我問你 他同不同意 他當然同意啊 你要為我一輩子做善事 那好我幫你這個忙 你是個好人 你發決心是個好人 這樣聽懂意思嗎 所以說改運 最快最直接 強而有力 而且不打折扣的 受三規五戒菩薩戒 尤其是菩薩戒 我們兩五弟呢 居然受到菩薩戒 你知道受菩薩戒 是行慈悲法 要行某一些戒律的行為 他作為一國之尊喔 他感受菩薩戒 這是第一個特別 第二個特別呢 是中國佛教強調吃素 你知道了 強調吃素 是全世界非常受到佛教徒的敬重的 原因 乃至於非佛教徒的敬重的原因 就是因為吃素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而 提倡 強力的提倡 吃素 沒別人 就是梁武帝 所以梁武帝的功德很大 你聽懂嗎 你一家財 他用國家的力量 推動吃素 影響到所有的出家人 最後也都吃素 然後呢 依著菩薩戒 經典所說而 行吃素的法門 他可以斷很多殺 他可以救很多眾生的命 所以他說得很大 這是第二個 自古以來 乃至於學佛的皇帝很多 都沒有向他做這個功德 這樣懂嗎 所以我們拜梁皇燦 你要知道這位主人翁 是什麼背景 什麼背景你也要知道 他目睹真齋 你聽有意思嗎 不是你拜他 是他發起這個燦法 你聽有意思嗎 所以他是很有決心跟實踐能力的 第三個更難 第三個就是我們 女眾同胞很愛聽的 什麼事你知道嗎 做皇帝的人 什麼三十六公二十 什麼七十二院的 那個妻妾公女 什麼那一大堆 說不清楚 什麼有什麼呢 有皇后一人 妃子四人 什麼的太太怎麼樣 好多好多對不對 皇帝都是這樣幹的 為什麼 他因為怕 皇帝的兒女不夠多 會被篡位 所以呢 就找了很多人 來給他生小孩 這古來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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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帝王制度 以家族為核心 他就要這樣弄 對我們女眾同胞很不公平 今天講起來是這樣 但是 聽清楚 特別是我們的女眾 居士們 我們的兩五弟 一生 沒有妻 沒有妾 沒有悲 沒有第二個太太 他一生 只有一個太太 就是行夫人 但是為了這個行夫人做這個禪 他乃至於這個太太死掉了 往生了 他也不再娶 哇 皇帝做到這樣 要不要替他鼓掌一下 真的耶 欸 他要親菜也有耶 他真的做到這樣 甚至於有人還勸他說 沒有你也要再娶一下 就沒有死了 啊 還娶一下 他怎麼說 不見 我愛我們那個母 沒辦法改變 哇 很深情啊 欸 這在中國皇帝當中算起來 完全是奇葩狀態 有沒有奇葩 有啊 沒有啦 有沒有啦 有啊 有齁 所以說 我們今天來拜他所提倡的梁皇燦啊 你就要知道這個皇帝不簡單 對不對啊 是不是啊 欸 我這個說法喔 你在佛學詞典都找不到的啦 你去翻Google也不會人家這樣講的啦 為什麼呢 這要很深入到他的歷史 你才會知道是這樣的情況 你才會解析出來梁皇 梁武帝這個人喔 的特質啦 他還有第四個很特別 他跑去出家三遍 他的出家其實是假的啦 他幹嘛你知道 哪一間廟蓋不起來 他就跑到哪一間廟去出家 啊出家了啊 國家沒國王啊 沒皇帝啊 對不對 早上起來 文武百官要上朝 喊威武 威武完了 欸 啊皇帝咧 啊然後旁邊的宦官跑出來說 哇阿哉 聽說他走到哪裡出家了 跑到哪裡去出家了 啊文武百官怎麼辦 就要跑去找回來他啊 把皇帝給找回來對不對 對不對 啊會啦他會讓你找 啊會讓你找 啊就找到他喔 找到他的時候他就怎麼說 啊我沒辦法啊 啊我就在這裡出家了 啊你如果要叫我回去做皇帝 喔 不然你拿錢來輸我 拿錢來輸 聽懂嗎 拿錢來買錢啦 或是那個說笑話啦 意思是說啊我就在這裡要出家了 啊你現在要叫我回去喔 可以了 你就貫一些錢來啦 啊聽好嗎 啊結果呢一捐錢 那間廟就建起來了 啊他就回去了 他為了建寺院喔 他用這種散巧方法做了三次 跑去出家 聽懂嗎 這個皇帝喔很有心 很真心 而且他真的在實踐 好啦 那我們來談談他老婆嗎 好人也有好母 啊這個好母 亦有什麼好刀 好刀 好焦搏就對了 這個太太喔 在佛教經典裡頭 佛教的記載當中 都不說他這個太太怎麼樣 只說一件事 說他太太喔 脾氣不好 她太太脾氣不好 這件事情是真的啦 是真的脾氣不好 問題來了啊 为什么脾气不好 历史没交代 佛教记载当中就直接说 因为脾气不好 身性多疑 听到好不好 我告诉你 老公如果优秀 太太不多疑也难了 老公如果太帅 老婆也是要多疑一点 比较保险 这个是事实 所以你史书这样给他写 就这么四个字 身性多疑 我个人的想法是觉得 太简略了 对这个女同胞 对这位女居士 有一点 你知道中国古来 对女人不是很在意 有时候连名字都没有 对啊 有时候连名字都没有 只有一个姓 王氏 李氏 连名字都没有 所以在历史当中 那个比较男性主义的概念 历史对女人的评价 有时候太 科要不就简略 那行夫人呢 我们刚开始学佛的时候 我三十五年以前 我就拜梁黄灿 三十多年前我就拜梁黄灿 我知道的行夫人就是这个意思啊 生性多疑 然后呢 然后呢 因为多疑就洗称心 称心听到没有 生气啦 生气的时候 灵命中的时候 他灵命中的时候呢 听说他的卑女 不是卑女 那个时候还没有做皇帝 他先生还没有做皇帝 应该说他的 也算是卑女 也算是卑女 不是宫中的卑女这样的 就一般的卑女 因为他也当官嘛 他先生也当官嘛 所以有卑女是OK的 卑女呢 帮他扇扇子 现在有电风嘛 以前没有电风啊 要卑女 南方嘛 他在南方啊 南朝是在南方 南京一带 他当时成都是在南京 南京也很热呢 南京是有名的热 卑女 卑女要怎么 就把三丰嘛 那人要往生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往生啊 就把三丰 删删删删删删删刀 打瞌睡啊 结果那个扇子吊在他脸上 你给他看 这很侮辱的人啊 对不对 他起称心 第二 其实行妇人呢 历史当中 一般会把他写成说 他多疑 他多疑 为什么多疑呢 因为他先生优秀 他当然就要防范 别人来抢他的先生 或者是说 对他先生有怎么样子的欺瞒 他多疑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个女生 第一 她深读历史 行妇人是很有知识的人 深深的读历史 诗书她都会 而且 她很会做手工 女工 听到没有 女工就是女人的技术 修衣 做衣 煮菜 真厚 很行 第三 她太太戏出名门 她可不是一般的富二代 官二代的女儿 这样娇生惯养 完全不是 她能读书 在那个时代 经书宝读 特别是读历史 她对中国的古代历史 她很熟悉 因为熟悉 她知道宫廷之间 很多什么样 很多这些比较 耳于我诈 所以她会多疑 我觉得 我觉得 以一个女人家来说 不应该这么简单的 用多疑的心性来说她 因为她了解历史 你懂吗 她知道这些细节 不过呢 这样的女生 在古代 多疑 这个 能读书 能做女工 能够呢 知书达理 但也相对的 身体不好 气味比较不高 气味不足 会让人的性格 比较受限 比较多虑 这也是事实 这个历史 不能够看结果 要看原因 所以呢 她在做梁武帝 还没有当皇帝之前 的前三年 前一年 还是前三年 她就这样子往生了 可是呢 她太太 其实是一个明理的人 也因为明理 她太太懂道理 所以她太太有学佛 历史书上面 没有太琢磨 可是我们从后来的对话 当中看出来 她太太其实有学佛 怎么说呢 来了 梁武帝 在她太太往生一年后 因为 其实梁武帝的地位 跟社会的工作 就是她在官府当中的工作 很多是得利于这个太太的协助的 那她太太也雇这个先生 雇得很紧 我刚刚说了 也因为这样 所以梁武帝 还没有当皇帝之前 名声很好 结果呢 她太太就这样往生 因为历史书上说 她多疑 然后心性上 比较会愤怒 然后因为这个扇子的关系 她往生 因为病而往生 往生的时候 因为扇子放在她脸上 她起真心 糟糕了 注意哦 人在灵命中的时候 心情不能够起恶心 听好吗 这个很重要哦 一起了恶心之后 你的功德还没显现 恶的功德先显现 要听有意思吗 不是我们没有公德 是我们的公德 没有华来 恶的事情先华来 不是说做扇子没效 不是 是扇子要 参生作用自情 你的恶心 感应到恶怀 有的人说 我在做扇子 为什么怎么没好复 不是你没好复 你的心就要继续扇 你的心如果一年去重恶 你的感应就恶的来 不是你的扇子没效 简单说就是说 你银行也有存款 可是你开车要超速 被车子撞了 你银行存款 只是拿来买医药费而已 你没有来帮助你好事 你如果说你不去闯红灯 你不去开超速 可能你那个钱 就能够拿来享受 这样听懂意思吗 善恶 是由你的心来遭感的 因为它还是善 但是临终的时候 这一面称心 结果让它怎样 堂堂一个夫人 当场堕落作蟒蛇 你知道蛇是很称恨的 爪 爪是清新心很重 你看所以蛇人家 人人看人人怕 你靠近蛇 蛇都要 对你就要 要咬你 蛇是称心重 那结果呢 堕落为蟒蛇身 很痛苦 很痛苦 身上都有小虫咬 梁武帝 做了皇帝了 有办法啦 那一天有一天晚上 睡梦之中 听到他住处 嘻嘻嘻嘻嘻嘻的声音 他很惊醒啊 我的皇宫 守卫森严 怎么会有这种怪声音 他醒来一早 一早吓死他 一条 像我们女生的腿那么大的 蟒蛇盘在这个屋脚旁边 头朝着他 他想这怎么回事啊 你这么大一条蟒蛇 怎么可能我的 我的世卫官 没有挡得住呢 他就觉得很奇怪 就对他说话 说你是谁 你怎么有办法进来 这只蛇讲话了 他说国王啊 皇帝啊 我就是你的太太 我就是某人 你知道我说过了 这位梁武帝 钟情他的太太 他的太太往生的时候 才33岁还是32岁而已 还很年轻 你听我的意思吗 还很年轻 所以梁武帝是很有情的人 他听到这样 声音听得出来 声音听得出来 他吓一跳 就问他 你怎么变这样 你怎么变这样 他就一五一十的说 他起称心 功德不限 他怎么办 我能帮你忙吗 他说是的 夫君 我来这里 就是要请你 以国家 国王 皇帝之能 来帮我 只有你能帮我 他说怎样 他说佛法中 有忏悔法门 我这就是过去的疑心 有伤害到人 然后临终又起称心 然后剁为蟒蛇之身 我希望你能够请 这个保治禅师 保治禅师 保治禅师 我先跳开来讲 保治禅师 是个神僧 经典上 传记上中记载 他是观音菩萨 化现在来 观音菩萨 来 所以 这个 主委你要知道观音菩萨 很特别的音乐 观音菩萨再来 那么呢 他领导 修一部忏法 你呢 带领文武百官 老百姓 修这部忏法 人民修善 改心 我以此功德啊 我能够脱蟒身 你说好啊 他很爱摸 他很疼他摸 好 他就用重金请了保治禅师 保治禅师 保治禅师当然不重在这个金钱 他就说没问题 他找了108位多少高僧大德 用他的地位去找的 你听到好不好 100多位高僧 进到皇宗 闭关 闭关 查经书 整理 讨论 成为今天你桌上面 全世界最大最大的一部颤法 十卷 几十万里啊 十卷经 这部梁黄灿 它是从法华 楞炎 华炎 跟宝基等等经典当中 大称的经典当中 的道理截取出来 核心把它重新组合 成为一部 忏悔身口意 发心 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 行 不失 慈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般若智慧 六度 妄恨法门 以赐利 利他 为目标 以忏悔自己 过去的恶 过去所造的 已知 未知 想得起来 想不起来 记得起来 记不起来的所有 恶法 你都能忏 那么这部忏法 它直直细细的把 我们会做的恶 内心起的不善心 我们的身体会照 杀身 偷盗 血淫 血淫 就夫妻以外的 不正当关系 还有 杀到瘾 然后呢 各种的恶法 嘴巴呢 会做 恶口 两舌 奇语妄语 是什么意思啊 四种 第一行 欧缺 麻人 第二行 欺骗 妄语 欺骗 第三行 两舌 两舌就是拨弄是非 政治人物 最会拨弄是非 讲东讲西 这样 这个很糟糕 要小心 这个两舌 奇语 奇语就是什么 说一些五四三 骗人害人的话 你听到意思吗 骗人害人的话 嘴巴大概会讲这四类话 欺骗的话 离间的 拨弄是非的话 骂人的话 还有 没有意义 增长别人颠倒 让人家做坏事的这种不善的话 这四大类话 嘴巴会做这四种坏话 身体会造杀身 偷盗 跟什么 男女不当的婚外情的坏事 意念 会起什么呢 会起 贪 撑 吃 这样子的 恶心 整个梁黄颤都围绕的这样子的核心 在叫你要求唱 那么呢 这部颤法 足足用了好几个月 才修成功 才把它写出来 写出来之后分成十卷 那么梁武帝 霸 霸朝 文武百官 还有108高僧 一起在皇宫当中 由皇帝来支持 来礼拜 为他的夫人 也为文武百官 也为老百姓 一起求忏悔 那么呢 在拜完了这个七天之后 他是用七天拜 我们可以快快到五天 一般标准快到五天OK 像我们用五天 这很OK的 那当时他因为还稍微讲解一下 大概用了七天还是十天 拜完之后 本来没下雨 干旱的地方下雨 本来某些地方种植 一直种不好的地方 就种得很好 那他太太呢 你知道才厉害 写完准备要拜的时候 他太太已经来托梦 说他得大利益 等到拜完了 他太太在梦中 骑在一条龙上面 跟他讲 感谢夫君啊 我现在已经投身兜率天 做天王去了 你看喔 才这一步忏法 他的业不但能消 还能够升到 这个兜率天去 那就是做醒了 我们讲讲做醒 这一步忏法因为这样感应 以一个国家之皇帝之力 来推动 而且感应这么深刻 再来他的内文呢 不难懂 不得懂就对了 很容易懂就对了 所以呢 从今而后一路流传 他影响中国佛教非常之大 只要任何家里 有大事情 或者自己身体 或者事业 或者是感情 或者是怎么样 你觉得有大的事情 要不就你自己拜 要不就是跟家人一起拜 要不就是像我们这样子啊 在这个寺院 在这个殿堂当中呢 由事务领导着拜 功德都非常大 特别是像我们这样 你看喔 他几乎是无遮的嘛 打开来 门都打开 没有遮止 只要事务在这里拜 有人愿意走进来 哪怕是和长 听个两句 都得大利益 这样子的功德啊 所以说邻居士啊 你能够这样子来 我们诸位居士啊 来这样组成这样子的一个修法 这是我们呢 这个武才公他的智慧 还有他的善意 这样子能够销相当相当重 相当相当广大的业 为什么呢 因为他里头啊 句句字字都从自己的内在 会造恶的心说起 然后你造了什么恶 那文都很简单 对不对 不难 你只要照念就可以 你就会自然懂 然后念完之后 你还称念这些佛名 这几尊佛的佛号啊 所有里头的佛号 每一尊佛都有发大愿 称念他的名能够消夜 称念他的名将来临终 不受恶业所感 称念他的名只要真心的求忏悔 将来业障消田福报增长 这就是为什么梁黄灿当中还有佛号 原因在这里 这个佛号都是从大圣经典当中 称念出特别对我们娑婆众生 就是我们的地球里面的众心 众生特别特别有缘 而且特别发愿 里头的阿弥陀佛更加特别 每一尊佛号 每一次的佛号 后面都有阿弥陀佛 前面有释迦佛 释迦佛是我们的教主 那阿弥陀佛是因为接以西方 临终的时候 所有的业障 所有的障碍 只要你称念阿弥陀佛 你称念他 你说我要到你的国度去 我真心想要去 临终 哪怕是造再生的业 他因为本愿加持的关系 只要你真心 真心 重点是真心 真心想要去 他都会接引你去 要不看莲花 要不献瑞相 要不就是天谷明月 然后要不就是种种香花来引 不可思议 往生 身体柔软 你知道吗 甚至于连那种 会听人话的狗 他临终的时候 你用佛号给他听 他安心听着 听着 听着 往生之后 你在动物一死 全身硬邦邦 对不对 没有 那个狗死了 全身柔软 也一样这样 感应非常不可思议 一切众生都能得感应 那么这个呢 都是在梁黄燦当中提到 让你往生极乐 让你忏悔今生的业障 让你转变今生的业力 用七天七日 或者是五天的时间来礼送 所以啊 诸位啊 往后还有明天 还有后天的修持 那么呢 诸位呢 明天我也会来 后天我也会来 也会来跟大家再讲解这个梁黄燦 的内在道理 希望呢 大家 一定要记得 这一部燦法 绝不辜负你 你知道吗 我有一个 应该算 以前曾经在同一个道场当中 学佛 后来他在某个寺院出家 他是原住民 你知道原住民 信基督教 天主教的很多 他是原住民喔 他不信佛的 但是呢 他的阿嬷往生了 他的姐姐住在都市里呢 信佛 就跟他讲说 阿嬷往生 我们来做个功德给阿嬷啦 阿嬷从小这么疼你 他说好啊 要做什么功德 就要拜梁黄啊 请师父来拜 他说 我不信佛的 我不拜 他说你不要这样啦 他姐姐就跟他讲 你不要这样 要不这样好不好 阿嬷的佛事 你来拜 当做做给阿嬷的 这样总可以吧 他想一想 阿嬷也 就一个 从小疼他 那是后来跟我讲的 从小疼他 好啦 勉强 你懂吗 他是念阿嬷祟妹 你听懂嗎 姓天主教的 阿嬷也是天主教也好 天主教 基督教都好 没有啦 我们是不敢说怎样 是说阿嬷大姐就说 我就幸福 不然就来做一次粮房嘛 做一个阿嬷 做给阿嬷 做一个功德嘛 你就当做是做给阿嬷的 这样 他说好啊 他就很勉强喔 正在做的时候 师父在做 他姐姐家人都在那拜 他就在那里喔 贵也不是 做也不是 他觉得很无聊啊 看这个师父在念到哪里 他就干脆翻起来 看一看这样 他就开始看喔 你念你的 我看我的这样 他就看着看着 欸 看得还不错啊 说得还真有点道理喔 他就一直看下去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 梁黄灿他做了五天 他阿嬷佛寺做了五天 他也真的就来看了五天喔 五天看完了 他跟他姐姐讲说 我想出家 你知道吗 这个人呢 后来在靖律寺出家 很有意思的一个人 我认识啊 名字一时忘记 他出家法要叫靖什么的 清靖的靖 叫靖什么的 他就在那个 我们好像云 后来好像住在 就在我们云林县的哪里 就在哪里 他有个金色这样 很有意思 是一个非佛教徒 他就在旁边这样 跟着这样看着梁黄 为什么 因为梁黄 梁黄灿法里头所说的 很平实的大乘佛法道理 那你都容易懂 那么你只要这样慢慢的跟着这样看 读 跟着这样办 你在消浮你的业障 增长你的智慧 在无形当中 那你知道意思吗 所以说 时间也差不多了 你们也要用晚餐了 那我就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总而言之 我今天先开场 先跟大家讲 这个梁黄 这个皇帝 怎么样子造这部灿法 以及呢 这个皇帝的特别 还有这个梁黄灿的功德 以及他的不可思议的影响力 所以从南北朝到现在 一千五百多年 一千五六百年了 你看到今天了 历久不衰 真的历久不衰 不只是佛教在拜 很多道教的道场 很多 我记得北港马祖 马祖庙还是哪里 我们的马祖庙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也拜过一两次 也都是师父带的 当时是不是这样子 也都有的 这个真的是 我们中国的文化的奇葩 真的是这样 而且他真正拜了 念了之后 消灾解恶 是美人得利益 家里也得利益 那种 你们如果知道这样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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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讲到这里 来 我们来回向一下 跟着我念 发菩提心 众生无边誓愿度 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段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自归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发无上心 自归法 当愿众生 深入精障 智慧如海 自归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境度 上报誓众恩 下祭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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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孙公 官胜帝君的庙里 进进出出的 我从小便拜官胜帝君 我特助 忠居士 他就是官胜帝君的义子 很多人都受官胜帝君的照顾 所以到教的寺庙 我进进出出很熟悉的 我来到我们五财神寺院 道教廟里头 我的感受非常好 很清静 很有智慧 很明亮 很慈悲 特别是我们武财工 知道众生需要怎么样 需要经济的支撑 也有种种的苦难 他能够慈悲的 为大家 这个指点迷津 这是很难得 但是你想想看 要我们一个佛教徒 我们不可能来跟武财工也好 或跟我们的林委主委来讲说 林要做什么 什么梁黄燦什么功德 我们不可能来讲这个话 对不对 一定是要武财工 直接下达指令 是不是这样子 为什么他会这样做 其实他很清楚的知道 各位来求财 各位来消灾 一定是有过去的姻缘 不满足 不能利益 不能顺遂 你才来求的 对不对啊 那他也尽可能的 在能调整的因果当中 他因为跟你有缘 你懂吗 他跟你有缘 你听不懂 他跟你有缘 就好像说 他如果是做行政院长 你说这里要做一条路 我就跟你有缘 我帮你做一条路 以后让你生意好做一点 这当然他做得到 但问题来了 路他帮你开 做生意还得你自己做 对不对啊 对不对吗 总的意思 他帮你开前路 他不是把钱放在你口袋里 是前路帮你开 赚钱你得自己赚 怎么自己赚 好心好意好笑容 你才赚得到钱嘛 对不对啊 对不对嘛 是不是这样子啊 你做的东西做不好 人家给你骗一次 人家就不再做了 我们武财工 就算帮你把路开好 你也得好心啊 你才能弄得到钱啊 对不对啊 是不是 但是他知道 太多人心没有根本的改变 他就是好意帮你开路 效果有限 所以他慈悲 要你们来拜这个参法 让什么样 让路帮你开好 心你也转好了 这样子是不是一切就圆满了 对不对啊 这是他的用意 不然哪有我们师父能够说 要来拜什么拜什么 我们师父又 也不是这里的什么人啊 对不对 了解意思吗 所以我听到了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主委来跟我讲说 武财神的日誓要这样这样这样 我心里就感受到 这个武财工的慈悲 智慧跟照顾主委信众 无为不自容 听到没有啦 要感恩也没有啦 要感受也没有啦 要感受就我们武财工的用心良苦啦 知不知道啊 他像一个好爸爸一样 哦 把您照顾来又照顾我 照顾钱也照顾心 照顾金生也照顾未来呢 真的啊 你转业不就是未来也改了吗 改运改命了 有没有 所以真的很不一样 真的很有智慧 真的很慈悲 真的值得你们要随顺 要接受 要接受教导 好不好 好 讲到这里啦 这是我的感受啦 呵呵呵 好好好 我们起来向上问讯 好 起来向上问讯 问讯就是鞠躬的意思 感受的意思 好 哎呦 呼呼 好 问讯 好 阿弥陀佛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好 好 我下去了哈 阿弥陀佛 你们继续看做什么做什么啦 哈哈 好好